对 一个标的长度 有这8公分的 设置里面我们都设置好了 然后下降就是这个也是浅色嘛 这有这个浅色设置好了 那下面就是 先把前面的线反正就对着刀口 这个实际上我先生 应该是这个就调好了 现在换了白袋子它也不会动的 是吧 它也有变化了 然后就重新调 对着这个线也是绿灯的 那就往哪个灯没有亮 这个红灯刚刚亮多想半天 然后它有变化 往到前面一点 然后就开始了 这飞得上 这个 现在飞得失败 飞得失败我们可以 这个只是那样嘛 可以多选 按压单切才把这个字敲掉的 单切 嗯 我这样开就开不起来了 不是不是这个拉得太长了 这些东西是很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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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一直就在 你要看准备的 一直就看这个 就看这个位置 它一直在这个地方 它就对了 但是如果 那样的就不一样 反正就是一开始 就是说你先 把这个东西拆好之后 这个线就对着刀口 它有这个线的话 肯定是在这里切的 对着刀口 我们就是把 先设置里面 进去 然后你长度输进去 速度输进去 是吧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这个 上面的底色 你深的就深 浅就浅 是吧 然后如果是浅呢 它其实在白色的地方 这个灯肯定是绿灯线亮的 如果它没有绿灯线亮 你要把它选成绿灯线亮 就是放在 它肯定是绿灯线亮的 对 然后对着线上去 对着线上 它当时对着线上呢 我只是让你看一下 当时对着线上肯定也是 我选过来 来 选过来 肯定也是绿灯亮的 它这个没有变化的 是吧 然后你对着标 把它往哪个灯没有亮 往哪去 嗯 红灯亮了 多旋半旋 然后再往前移 对 往前移一点 就是按下单切 就是把那个先切掉 是吧 好 然后就开始 这个单身 我刚才就是调的还少 可能 稍微 看现在 我对着线它还不亮 可能就是没调够 是吧 再多旋了 嗯 还让它调的红灯 红灯 是吧 嗯 是 看来是没有 相当于不灵敏一样的 这样可以啊 但是它如果有切深色的 又不一样了 切深色的 对 如果有是深色的底啊 它按灵气是变化的嘛 是吧 嗯 那你设着深色 设着深色呢 它原来 你底色的深色嘛 它肯定是红灯 显亮